有一個東西叫阿斯巴田 阿斯巴田 那它是一種代糖 那這個代糖呢 存在我們的飲料已經很久了 那據了解 這個WHO 可能就要宣布說 它其實可能會致癌 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幾讀 所以它的標題說了 WHO的Cancer Research Agency To say Aspartame sweetener A possible carcinogen 所以這句裡面 這個標題有幾個字 剛剛第一個就是Aspartame 就是阿斯巴田 那這個Sweetener就是 可以把東西變甜的東西 就這麼簡單 Sweet這個字OK 甜的 Sweeten變成動詞 Sweetener 每次的發音 可能中間那個TEN 都變成一個鼻音帶過去 Sweetener Sweetener OK的 你怎麼唸都OK 所以他說 它有可能是一個 Carcinogen OK 這個Cancer 造成Cancer的致癌物 Carcinogen 好 所以我們來稍微讀一下 下面有些什麼好說的 所以這邊 One of the world's most common Artificial sweeteners is said to be declared A possible carcinogen next month By a leading global health body 所以 所以這個世界上最常見的一個這個人工的這個家田劑 So one of the world's most common artificial artificial artificial人工應該沒問題 像AI 然後大家都知道 So artificial sweetener又來一次 It's said to be declared a possible carcinogen 所以它就是現在目前已經設定好 要被宣布了 被declared成了一個可能的 carcinogen 下個月 也就是7月 也就是現在這樣子 好 那所以它的名字就是 Aspatain Used in products from Coca-Cola diet sodas To Mars extra chewing gum And some Snapple drinks Will be listed in July As possibly carcinogenic to humans 所以包括了可可樂的那個 Diet soda 也就是我們理解的建議可樂 我都不知道台灣還有沒有賣建議可樂 我好像很久沒看到 但總之它就是Diet Coke 那這個Mars的Extra chewing gum 這些品牌我們可能並不是很熟 但我是耳熟能詳 因為之前在北美住過的關係 所以這Mars也是一家 反正就糖果公司就是了 要做巧克力棒或之類的 所以還有就是Snapple Snapple就是做奶茶的 它多半用玻璃罐裝著的 以前打球或什麼的也會買來喝 Snapple drinks 所以它會被列成了 有可能對人類是致癌的這樣 For the first time 那這第一次 OK 好然後還有什麼可以說的呢 那我們看一下 所以他們就 反正就去評估了一下這個東西 到底是不是有潛在是有害的 那有害的呢 你可能會想說Harmful這個字 沒有問題 Harmful是有害的 但 也有可能會用另外一個字 就這裡用的 叫做Hazard 這樣OK 那就是說 這邊它這個body之類的 它們的目的就是 Assess whether something is a potential hazard or not Based on all the published evidence 所以它們到底是不是潛在的一個Hazard 所以Hazard這個字也可以是危險 那你說Danger不是也是危險嗎 沒有錯 還有一個危險就是Peril 那這幾個字我通常也是教學的時候就放在一起介紹 甚至還有再多講一個 有一個字叫做Precarius 那我們也有可能把它翻成危險 可是大概不是最漂亮的反應 我們就來各自把這個四個字再多講一下 我記得我好久以前也曾經講過這個的分別就是 Danger這個危險是我們最熟悉的 那沒問題 OK Danger 一個是東西很危險 形容詞Dangerous 那 另外幾個比較 不容易看到 我們講第二個最常看到大概就是Hazard 所以後面的Peril跟Precarius 我覺得頻率上來說 沒有Danger跟Hazard來得多 那 所以我們先仔細講一下 那Danger跟Hazard的這個小分別 Danger剛剛已經說過就是最常見的 那Hazard則是會在一些比較特定的地方出現 所以Hazard出現的地方通常Danger就不能替換它 OK 是不是反之亦然我也不太確定 因為我 蠻少看到 大家用Danger的時候故意把Hazard拿來替換 好我說一下Hazard不能替換的地方 例如說我們說 你這個公共場所 不是公共你的工作的場所你的工作場所常會有一些危險的地方 的部分像例如說假設你在傳統市場工作好了 那傳統市場有的時候你知道他們會常需要清洗東西所以地上常濕濕的 那地上常濕濕的話說不定就有打滑的可能對不對摔倒的可能 我們就或者說再換一個 做中餐的廚師 那中餐廚師我們常知我們都知道他們常常 會有的一個職業傷害就是手腕會受傷 因為 要舉那個鍋子很重對不對 我們就稱這個東西叫做 Occupational Hazard OK 所以 Occupational Hazard 像我們講說 假設你去那個 你去澳洲打工度假 然後你就去摘芒果 很多人去果園工作我們知道 奇異果芒果之類的 那芒果那個汁其實 對人的皮膚是會 引起過敏甚至是會 侵蝕的 你手如果 上面沾了芒果汁都不洗掉的話可能會爛 所以說他們要戴手套 所以那也是一個 Potential的Occupational Hazard 當你在芒果園工作的時候 你的皮膚可能會受到影響 所以這樣就是 Hazard這個字 的可能性 這樣子 OK 好然後 所以你會不會說 Occupational Danger 不會 我們就是會講 Occupational Hazard 這樣子 OK Pero這個字有時候會出現在一些比較 文學氣息比較高的地方 像例如說 這個英雄 出發要去 一個旅程 救公主 殺惡龍 這樣子 那這個英雄的這個 一路的旅程中充滿了危險 可能就會用了Pero這個字 OK 所以 Pero還有形容詞 像我們剛剛講 Danger可以是 Dangerous Pero也可以是 Peralous 那Hazard也可以是 Hazardous OK Hazardous 所以 又回到像工作的部分 剛剛講的 如果說你今天在工作的地方是 充滿了各種危險 例如說 建築的工地好了 你可能 頭上會被掉下來的東西砸到 你可能 打釘子的時候會把手打穿 你可能走一走踢到東西 所以他們要穿鐵頭鞋 所以我們就可以說 You work in a hazardous work environment Hazardous work environment OK 那既然講到這個 我把這個片子打出來 Hazardous work environment 這沒問題 那我換一個字給你看 如果今天講說 Toxic work environment 可不可以 可以 意思不一樣 這個就現代 常常聽到的一個詞 Toxic work environment 為什麼會這樣講 跟Hazardous有什麼不一樣 剛剛講這個Hazardous 的確就是 說你可能 會受到一些生理上的危險 剛剛說的 頭被 鑽頭打中啦 手被打穿啦 腳踢到東西啦 Toxic講是有毒的 什麼叫有毒的 例如說你的上司 會對你性騷擾 對不對 或者你的同事都很喜歡八卦 要是你今天 穿的衣服跟昨天穿的一樣 他們就在想 昨天不知道去誰家過夜了 衣服都沒換 然後開始八卦你的一些事情 That's a toxic work environment 那個不是Hazardous But that's toxic 所以你看又不痛 這樣子 OK 好所以這三個大概講差不多 Danger算是最沒講到 因為就最常見 大家都理解就危險 那最後這個 Precarious 對不起 會用在什麼地方 這個Precarious 其實是 不太穩定的 Precarious 像你如果今天在 麥當勒工作 我們可能會認為麥當勒工作 流動率比較高 可能大學生打一個暑假的工 然後 等到結束他就回去了 他就不繼續做了 所以我們有時候比較少看到 在麥當勒工作的人 的人年齡偏長 因為可能替換力太高的關係 多半都年輕人在做 手搖插電大概也是一樣 所以 也就是說 如果說你今天犯一個什麼錯 他可能就可以說 那你明天不用來了 反正我找先的很簡單 所以你這個工作是很容易可以失去的 你可以說是你要走就走的 或之類的 我們就會說這個 It's a precarious job OK It's unstable 這樣子 OK 好這幾個 解釋大概差不多 有興趣的 如果覺得講的不好的 老師也一直還在邊走邊學 所以我 也持續還需要再進步 好所以他這裡說 他們就覺得 到底這個 aspartame是不是一個 hazard 不曉得 這樣子 OK 下一段再讀一下給你聽 It does not take you into account how much of a product a person can safely consume This advice from individuals comes from a separate WHO expert committee on fluid additives known as JECFA 不知道什麼鬼 這樣子 好 那 他說這裡沒有 納入考量的 卻是 到底 在一個產品裡面 你可以 服用多少 而還是安全的 所以 It doesn't take into account So take into account 就是納入考量中 或者 算在你的計算裡 你在算計一件事情 那你有沒有算計到那個部分 算計到這個部分 所以就take into account OK 所以這個片語很常見 So it doesn't take into account how much of a product a person can safely consume 所以雖然說他們會 打算要宣佈 aspartame是致癌的 可是他們並 沒有打算要告訴你 喝了多少 就真的會致癌 因為你如果是一點點 那我們代謝掉 我們可以metabolize 那就沒問題 所以他並沒有 他並沒有打算告訴你 你如果還要喝Diet Coke 那你只要不要一天喝超過10罐 5罐8罐就沒問題 他們沒有要怎麼做 所以那好像就有點 不負責 不過如果今天引進的東西如果真的有自來的可能性的話 我還是寧願知道就是 Don't you think so Right 好所以 接下來他們可能就 可能這些商家就必須要思考 到底要不要去更改他的配方 然後他就替換一些用替代品去替代掉這個 aspartame 好所以 這邊就說了 他們會提 就是會有些擔憂 raise concerns among consumers about their use 這可能 led to lawsuit and pressure manufacturers to recreate recipes and swap to alternatives YES 所以他們就必須去recreate 他們的配方 recipe或fomula 大概都可以 而且就可以 替換一些替代品 Swap to alternatives 這樣子 OK所以你對這個新聞有什麼感受呢 我其實是不太喜歡吃甜食的人 除了巧克力 我對巧克力是有引頭的 那每次去好市場都會爆一個 兩公斤左右的巧克力回來慢慢吃 邊打電動邊吃 那所以裡面有沒有糖 大概有 是不是代糖應該不是 那sugar有沒有比代糖好 我也不知道 但 不知道 甜的東西真的很難接觸 Don't you think so 講到這裡差不多了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 有些本事 的確是 有些死亡 是 對